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在德黑兰遭到以色列的袭杀身亡 那阿拉伯的卫星电视台也引述消息人士讲说 当时就是有一个飞弹呢 在凌晨两点的时候击中了哈尼亚的住所 所以哈尼亚跟她的保镖呢 是一起在这个事故当中丧命的 那还有目击者讲说 她击中了哈尼亚的房间 并且发生了爆炸 所以就是哈尼亚跟她的保镖都遇难了 现场的门窗墙壁受损非常严重 现在就有待伊朗方面 把这件事情全面的调查清楚 那就有专家讲 这可能是因为伊朗的防空比较薄弱 难防隐形战机 那他们说这个 在伊朗的领土内遭受空袭死亡 认为这起事件非常有可能 就是以色列空军这个F-35隐形战机所实施的 所以现在哈马斯非常的生气 他们就认为说要报复这个行动 要甚至要来反击以色列 伊朗也说要采取直接的攻击 要直接来袭击以色列 那我们看看伊朗的总统讲说 就是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 我们这个翻译不太一样 发誓说要为哈尼亚报仇 但是他说你在我们家里面 杀死了我们重要的亲爱的客人 现在你的严厉惩罚铺平了道路 指的就是以色列 甚至还讲说应该 接下来你们要为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要付上代价 那再来我们看看哈马斯 他现在认定以色列是实施暗杀 那哈马斯方面发表了声明 认为以色列这是一个诺夫行为 卡达的首相这个莫罕默德也讲说 哈尼亚被杀将会危急停火谈判 当一方暗杀另一方谈判的代表的时候 这个调解怎么可能会成功呢 可是美国却是赶快站出来 帮以色列说话 他说这起事件 就是不是以色列做的啦 那就是想要淡化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那可是呢 哈尼亚在哈马斯当中他有着极高的地位 法新社讲说哈尼亚一直都是以色列的头号通气对象 那以色列的媒体是不是有点作贼心虚 因为在哈尼亚遇刺之后美联社很快就报道了 然后是以这个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都来引用 那这个报道当中还特别提到了 以色列方面并没有立刻做出回应 那以色列呢通常也不会对他们情报机构摩萨德展开的刺杀行动进行回应 后来呢就把这几句话给删除了 是不是作贼心虚啊 所以特别要把摩萨德这个词给隐匿起来 因为这不是有点此地无意三百两吗 就是说我们不会做回应的 特别是摩萨德的一些刺杀行动 我们是不会回应的 然后再觉得说不对喔 这样好像越描越黑 赶快把这几句话又删掉了 所以让大家又更加觉得说 嗯这就是有鬼嘛 那再来看看这个纳坦雅胡现在也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 然后发表一些电视谈话 他们并没有提到说哈尼亚被杀的事情 但是他向他这个以色列的国民表示 接下来充满挑战的日子即将来到了 自从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来呢 乙军已经做好任何情况的准备 呼吁现在就是要团结一致啦 现在以色列不可以有任何的杂音来质疑他了 因为就是以色列将会让所有的侵略者付出沉痛的代价 那到底美国知不知情呢 布林肯的讲法是说 我们美方是不知情的喔 也没有参与其中 可是问到奥斯汀又听起来很有玄解 关于此事我无可奉告 什么叫做不可奉告呢 不知道就不知道 无可奉告是知道不能说嘛 那还有中东是不是也有可能会迎来更乱的一个局面 有媒体讲 伊朗支持的哈马斯与真主党领导人 他们在数小时之内前后成为攻击目标 这也代表了预告着这个区域的冲突可能即将要升级 那现在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说 哈尼亚的血将会导致以色列的灭亡 已经喊出这样子的话了 所以看得出来他们有多么的愤怒 可能要采取一些相关的报复行动 那美方他们讲这样的一个遇刺行动可能会使得中东 比起以往任何时刻更接近爆发全面战争 那美国到底做好准备了吗 人家去问奥斯丁 那中东是不是要爆发更广泛的冲突 美国会怎么样的提供援助呢 奥斯丁就讲说如果以色列遭到攻击 华府会持续的协防以色列 但是当务之急还是要赶快缓和 现在目前的局势 不能让整个中东陷入战局 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 介老师怎么看 其实最近在中东情势上最大的一个变数 应该就是说在戈兰高地 以色列的他控制的区域遭受到外界的飞弹攻击 火箭攻击造成12名以色列的青少年在现场死亡 这个引起以色列全国的震惊 而且全国都要报复 那时候内塔雅胡从美国缩短了他的访问时间 就直接赶回特拉维夫 然后立刻他们那个会议就说授权总统 这个跟国防部长你们来决定如何报复 跟报复的方式跟他的程度 事实上整个中东集市就立刻紧张起来 因为本来是以色列在加萨走廊 打了7个月 打得也是一个胶着状态而已 他也没有达到杀掉所有哈马斯这个目的 可见军事上还是有困难的 北方的部分的话 就以色列北方的跟 黎巴嫩的真主党 这个冲突 这个是几十年的问题了 一直存在的 而且双方从来很少长期停火过 都是要不然你轰炸我一下 要不然我头颈没炸弹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但是这一次的戈兰高地 以色列有62名青少年当场上升 这件事情大家都很紧张 怕以色列这个报复的程度 是会引起整个区域的动乱 可是目前看起来 以色列报复的手段 还是比较怎么样 比较以不扩大战争的规模的方向走的 他这个就是暗杀 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 轰炸去攻击黎巴嫩南部地区 造成三两个人死亡 然后也去用远距的攻击 把真主党的军事领袖 也把他远距的 也是类似暗杀行动 也是 所以看起来的话 以色列并没有打算挥军 挥大军 往黎巴嫩境内进攻的这个迹象 如果说他要这样做的话 现在的话事实上情势会更紧张 因为你要调动部队 你要整个的战 大战的准备的话 那会有很多迹象 可是我看所有报道都没有 有人分析就是说 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军事上 以色列现在的军力 是不是足以支撑一个北边的 另一个新的战局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战略上就是说 他现在是不是要把他的 注意力分出来 他现在是不是重点在加萨走廊 会不会改变 政治上他还是要顾及到 跟美国的关系 还有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所以他的外界的限制还是很多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这场战争并没有升高的迹象 好 来 请教将军 我特别要讲 这次美国有没有介入 我说几件事情 你要知道 以色列去轰炸德黑兰的这栋大楼 绝对不是说是 像我们小混混在市场里面打架 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首先他飞机 他要飞过好几个国家 包括伊拉克 叙利亚要飞过去 当他飞到这个伊拉克跟伊朗的边界的时候 这个德黑兰还在边界里面 300公里远的这个城市里面 你想想看 如果说是我用以色列的战机来讲 就算你是隐身战机好了 这个飞兰打出去要打300公里远之外 然后去命中一栋大楼 你想想这个难度来讲 如果说美国没有提供即时的情报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个哈马斯这个领袖人物 他这个时间点刚好在那个大楼里面 你非但非的时间是多久 所以他这个时间算得都非常进准 我觉得像这种资讯来讲的话 一定要提供世界的情报 现在但是问题是说 现在我数一下 以色列现在来讲 自己国家在几个地方开战 我输给大家听 这三个月 我们光讲这三个月 加上走廊 约在河西安 尼巴伦 郑主党 叙利亚 他去炸人家伊朗的大使馆 然后跟伊朗也开战 还有这个国债组织 他也互相轰来轰去 再上个礼拜 所以你一个国家 你毕竟来讲 我觉得你以色列国家这么小 这个国土众生不生的状况 你同时在六线开战的话 我觉得这个来讲 对以色列来讲 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作战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特别要讲 像他就在约旦河西安 他跟尼巴伦 郑主党里面 他12个小朋友被炸死了 被一个飞弹打死 但是我心里很感慨 当这12个小朋友被打死以后 我们认为是12个悲剧 以色列认为这是悲剧 可是在加上走的话 你造成4万多人的死亡来讲的话 那4万多人变成一个数字而已 所以说从这边我们就看出来 巴勒斯坦民众的一种悲愤 心里在哪里 那你12个小孩你被炸死以后 被郑主党用飞弹打死以后 你就认为这个是悲剧 就非要报仇不可 但是你自己在加上走 你造成做成这种血腥的残害 已经到目前为止 已经4万多人的死亡 那这个数字来讲 只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所以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可能中东地区势必是会造成 一场很重大的震撼 为什么 因为这个 哈马斯这个领导人来讲的话 他其实他是负责 跟以哈之间谈判的一个首要对手 他是住在卡达那个地方 他负责谈判 那真的是在指挥作战的 是在加萨走廊里面 辛瓦那 他是在负责指挥作战 当然我相信 这个旧哈马斯来讲 他们这个首领人物被击杀之后 他们这个一定会激起群情的一种共愤 那后续来讲 他真正的指挥作战领袖 你没有将他机密 他还在地道里面 那后续来讲 我觉得在加萨地区里面 短期之内 可能会继续造成 以色列自己本身的这种军事上的 就很难平息这场战争 好 来 请教杨老师 以色列的媒体叫I24 News 在几个小时之前 他就报道 这个刺杀 它并不是大陆这边有一个媒体 一个学者曾经说是F35 因为F35可以隐形 而伊朗还没有针对隐形飞机的 这些反制的技术 所以F35从以色列这边起飞 到了德黑兰这边来 这个消息 我觉得这个做法 其实比较不太可思议 因为其实蛮长的一个飞行距离 而且你进入到其他国家的国境 这个F35是不是真的能够经营起这样考验 而且它要这么的精准去打到那栋楼 因为纽约时报把那栋楼秀出来 那栋楼里面只有那一层 有他住的那一层 这个哈尼亚跟他的保镖 两个人死掉 另外在不同层的不同的 这个就是说方向 另外有一个巴勒斯坦的 圣战组织的秘书长 却完全没事 那这个以色列的媒体 后来也得到了 就是哈马斯的媒体的证实 其实是就在当地附近 一个以色列制造的叫做 长丁反坦克导弹 精准的就打到了 就是说哈尼亚他这一层 把他跟他的宝贝给炸死 然后他说是因为他的保镖 对外联系而透露了他的地点 他们掌握到 当然这一切都是以色列的情报组织 摩萨德 我觉得这个其实 这几个小时在这个事件的发展 这个版本可信度比较高 也就是踏持一个反坦克的导弹 而是在近距离 我不知道距离有多远 然后针对就是 他们掌握到保镖的这个讯息 出来之后在晚上凌晨两点 把这一层楼 他住的那个房间给炸掉 人死了 那是7月31号的早上凌晨 7月31号的上午的时候 伊朗的精神领袖哈梅尼 就要求这个革命卫队要报复 但是怎么报复 现在还不知道 可是不要忘记 这个哈尼亚是去参加伊朗的新总统 各位伊朗的新总统的名称 叫做佩哲斯基安 他其实是比较温和派 他比较希望能够去改善 不只是跟沙特阿拉伯 甚至跟西方的关系 然后强化经济 所以这个时候 以这个事件 其实有相当多的阴谋论在里面 在转动着 因此当然我觉得最大的阴谋 一定也是以色列 这边主导的 因为 所以内塔亚胡去见了川普 川普就说 你为什么不赶快结束 等川普上来的时候 内塔亚胡可能会被迫下台 然后加上战争可能会结束 内塔亚胡下台的话 要去哪里 所以这个时候 把伊朗卷进来战争扩大 美国也无法抽身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程度 以色列的一个计划 那只不过是 伊朗在这个时候会怎么反应 会不会真的陷入到 全面性的战争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祝得安全 活得平安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